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位同学有吗 看江江大学毕业以后的薪水的问题 还有企业 就是台湾的薪资水平比较低的问题 关于大学毕业生的薪水 这位同学 来谢谢你 一般大事毕业 或是有那种研究生 在职场上的薪水会不会不一样 就是大学学历跟研究所的学历有没有差 好 这也是跟薪水相关 我想要请问就是如果同时有可能十个面试者的话 那如果以就是公司的角度 最具有什么特质的面试者是最想要 很棒啊 你看你问的问题多实际 各位你们将来去参加面试 你的竞争这么多 到底谁会得到这些企业界老板的青睐呢 所以这是关于求职 有两个跟薪水有关的问题 一个跟求职有关的问题 好 这边这几位同学 来请不要客气 这是你的舞台 我比较想要请问就是读书读十四个小时 是真的只靠决心毅力 还是有其他特别的事情可以坚持下去 比如吃铁牛运公伞之类的 好 什么样的动力让你能够那么拼 一天读十四个小时 好 来最后还有没有 好 所以我们在座的四位讲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活动的尾声了 好 这些都是同学发自内心的问题 他们在这个美好的校园里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焦虑 他们看着台湾现在的大学 他们对薪资焦虑 他们常常参加这些面试 包括他们可能要参加 微软实习生计划面试 他们对于面谈的时候 主考官心里想什么 感到焦虑 他们现在还在学校 还在念书 他们想跟你一样努力 但他不知道那个动力是哪里来 所以四位要不要选择性的回答 刚才同学的问题 也顺便为今天的活动出个结语 好吗 那我们还是请主一你先来 好 好 那因为刚刚有一个问题 是直接问十四个小时的部分 所以我就先回答这问题 今天在那个时候的周期 也是一个时空背景 因为就是也不满大家说 当时我大学的哲学系 即将面临毕业的时候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考哲学研究所的 我想说毕竟大学念了四年 我想要继续往下深造 但是平常都不会管我 人生要怎么觉得的爸爸妈妈 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了 他告诉我说你不要一错再错 我说我哪边错了 他说因为我是家中的唯一一个男孩 然后未来的经济的重贷在我身上 然后在台湾毕竟哲学系的就业市场 相对比较小 所以说爸妈有这样的犹豫 所以在最后经过了很多吵架之后 最后终于好爸妈同意 让我多花一年的时间考研究所 而也在这样的妥协之下 我选择了我第二个兴趣 然后来考财经相关领域 但也在这个时候我也知道说 我只有一年的时间而已 因为就如同一开始我在台上跟大家讲的 我大学四年的学费都是我帮爸妈电的 对就自己打工来的嘛 后来在研壁考研究所那一年的时候 我就面临没有生活费的困境 因为我知道我就这一年要考啊就要考上 就要把它考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就只能够 可是那时候我也没办法打工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只能够跟爸妈借钱 借生活费也包含借后来考试的费用 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读不下书 我一天那时候还在打魔兽三国 一天我大概念书 念三个小时我就是受不了了 可到最后慢慢的随着考试的时间逼近的时候 你看到大家多么努力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可能像合作 今天一个人在家里念书的时候 和你去图馆念书的时候 你看到那么多人在努力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就感到害怕 开始衡量心中的本钱的时候 觉得原来自己哲学系毕业 你要跨考财经相关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时候的自我怀疑 还有为了要克服这样的恐惧之下 一天一天我念书的时间越来越长 到最后在考前一个月的时候 我每天的做梦都和考试有关 做梦都和都在练习考试 然后最后也就考到 所以主余这个建议非常好的 自我怀疑加上团队的激励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现在的迷惑 恐惧跟怀疑未必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种黑暗的力量 会让你毫不松懈的 就像主余当年一样 去追求你想要的目标 所以最后这两个礼物送给大家 我也要请所有同学 我们掌声谢谢主余 跟我们的分享好不好 谢谢 欣伟刚才有心智的问题 有面谈的问题 有念书的问题 好就是我想要回答面谈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是NGO 我是一个协会嘛 那我其实很希望我面谈的人呢 我怎么样的人会录用他 就是他要具有DFC的精神 DFC四个步骤 其实我们期待看到的四个能力 第一个就是感受 感受如果有同理心 那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想象呢 如果有很无止境的创造力 那再来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行动力 他不是一直在那边嘴炮 然后呢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是有自信心的 然后呢最后面其实这整个整合在一起 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觉得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要就是一直在抱怨 或者是一直说那都是他的错 而是那我可以怎么办 所以如果有这样子能力的人 我会考虑先录用他 好我们谢谢欣伟 最后跟我们复习今天 这四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对把抱怨留给上个世代吧 因为他们除了抱怨之外 也没有时间做别的事 让我们台湾从这个时代开始不一样 感受 想象 实践跟分享 我们掌声谢谢欣伟 来 博宇请 我来回答薪水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会在意薪水的问题 其实面试者的心理角度是 只要面试单上学学公司的话 其实面试者很开心 这个态度决定一切 不是一开始显得很高的 因为我们是依能力来看表现之后再发薪 而不是医学历 其实学历不代表能力 对 我是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 但是不是22K 对 我像有我的员工 多次来自于单亲家庭跟立新基金会 或家福 世报妇女 所以我的七成员工都是这样 所以薪水来的时候 我们是高于一般底薪之后 再着于表现 伸出于幸福基金再借钱给他们 是无息贷款的 所以我有很多债主 就是别人 别人跟我借钱 我也跟别人借钱这样子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掌声谢谢柏宇 今天跟我们分享 学历不代表什么 不代表什么 能力 刚才我们康总也讲到说 你的身份跟你的国籍不重要 你的能力 你的想象力才重要 大家可以慢慢体会到 英雄所见略同 不管是自己创业的台湾公司 或是国际的当事 他们似乎都有一些同样的标准 把这标准带回去 好 来 康总 我们在微软公司 是在寻找有创意感 然后可以执行出来 那个方案的人 我也学历当然是一个考虑的点 对不对 如果学历好的话表示说 你基本的这种学习能力 跟人才应该是在的 可是我同意 不表示说你有能力 把东西做出来 所以我在面试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 参考问一些问题 要看这个人 有没有经过体验过失败 然后他有没有面临挑战 然后克服他 然后成功 他有没有做出东西 无论是在学校 还是在社团 还是在工作上 对 我觉得薪水这件事情 经济学的 或者气管的 应该非常清楚 对不对 就是说市场 全部都是 人才是一种市场 市场的这种所谓的公司的企业的需求 跟你提供的这些能力是不是配合 我可以跟您讲 在我们科技产业 比如说 现在如果你是读海量资料科学的这种系统 你是非常横 有很多很多公司会 是我们竞争想要抢你 不是你要来抢我们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 要看你带来的能力 是不是适合 那个企业或老板的需求 这是最重要的重点 好 那么掌声谢谢微软的康荣总经理 补充一下海量资料 另外一个讲法 叫大数据 叫Big Data 所以康荣总最后也给我们非常非常实际的建议 谢谢在座的各位同学 跟我们度过两小时的时间 我要请大家跟我看一下台上这个画面 好不好 我们现在摄影师拍了很多照片 明天在报上登出来 我跟各位保证明天在联合报登出这张照片 你分不清谁是讲师 谁是同学 不是因为我们队伍太长 人拍得太小了 而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四位讲者 都非常年轻 而我每一个站在台上的同学 你们都非常成熟 成熟是因为你们有感受的力量 当主持人在台上深思力竭 说有没有人要站到前面来 你们呼应了 就像未来当社会需要你 当国家需要的时候 你们也会第一个走上前面 因为你们有想象的能力 你们问出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待会离开这红色的布幕 走向现实世界 你们会开始实践它 然后在脸上分享你们实践的结果 谢谢在座这二十位同学 让我们这五个人认识了你们 那我相信在座的其他同学 你们也很想上来 但是今天也许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没有这么大的场地 但就把我们这个精神带回去 我们今天一起在现场 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笑 我们最后掌声谢谢我们四位讲者 还有所有上来的同学 谢谢